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对金机遇,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 眼看夏天就要过去了,北半球的海边度假正应该是一个游客高峰,接着一个游客高峰。 然而就是海边度假正值热潮的时候,曾经的国旅圣地肯丁却遭遇滑铁炉。 这个夏天肯丁酒店入住率暴冷,很多预计会到来的旅客都没有如期而至。 今年7月,肯丁游客仅仅133万人次,预计全年游客能够达到200万,就算是烧高香了。 原本还对疫情后旅业能够恢复抱有幻想,而现在不禁让人哀叹,肯丁旅游这次真的是彻底没救了。 至于肯丁游不再如以往那么火热,很多网友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大家对肯丁几近疯狂的物价颇有不满,吐槽肯丁把旅客当盘子。 也对不比从前的服务稍有为辞。 想当初,肯丁也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度假圣地,人人爱去,不但是国旅优选,还在海外赫赫有名,堪称台湾之光。 如今却如此不招人待见,不但大量流失海外观光客,连本地游客也含了心,不再力挺肯丁。 肯丁在经过了十来年的富裕顽抗,最终还是没能改变命运,确实是有疫情后整个市场和大环境的外部原因,但这只能说是肯丁旅业衰亡的加速器,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要回到自身上来。 毕竟疫情发生不过是过去三年的事情,而肯丁旅游业开始走下坡路,早在2017年就有了先兆。 所以在我们看来,肯丁最大的问题是自媒体时代发展过程中,传统旅游目的地没有跟上时代,转型失败后的必然结果。 而暴涨的物价不过是本质问题暴露在外的表象。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为什么肯丁旅业并入膏肓,曾经的游客又都跑到哪里去了?肯丁想要标本监制,又应该如何去做? 肯丁旅业暴冷的最明显原因,也是大多朋友都认同的原因,就是疫情后几近疯狂的物价。 大家深深地感觉到,现在花同样的钱已经买不到同样质量的商品,也体验不到同样质量的服务了。 通货膨胀是一个原因,商家在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再次提价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此前就有YouTuber爆出,去肯丁游玩,100元买了一盒节瓜,里面只有薄薄的6片,调酒每杯500,开开心心出来度假,结果到了,根本不敢敞开了喝。 很多外国游客想要体验的台湾特色卤味,夸张到千元一盘,还不如直接7-11,想要住海边的民宿,价格也在6000元每晚。 最受游客诟病的是,有些小吃不明码标价,看到网红带着相机来,就立刻打折,食物拼命往里堆,如果换作普通游客,就坐地起价,分量倒是立刻打折。 有网友分享体验,平时1000元两个人能够吃饱喝好,在肯丁大街只能过过嘴瘾,倒也是名副其实的体验庄。 如果说,以前来肯丁小自由,可以不过分考虑价格,随心玩,现在可一定要提前问好价格,不然结账的时候直接吓到傻眼。 疫情过后,政府还有商家们期待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回来,反倒是商户们开始报复性涨价, 似乎是要把疫情两年多时间没有挣到的钱,这个时候全部要吃回来。 现在商家的涨价策略可谓是创意满满,无孔不入,除了标在明面上的,还有很多隐藏消费,让我们的旅行预算一不小心就翻倍地上涨。 也难怪,现在大家消费都十分谨慎,不然一不小心就掉入的消费的循环无底洞,这让很多原本想要出行的朋友往往在计划形成的那一步, 整个旅行就胎死腹中。 有些朋友可能干脆就放弃了出行计划,毕竟交通多三倍,住宿又加倍,餐饮还加倍,出一趟门就好像掉进了一个无底洞。 各个商家仿佛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游客,可是一定要逮住使劲蒿,颇有一种不把旅客当盘子,商家自己就成了盘子,这种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感觉。 还有些朋友可能还是会坚持自己的原始旅行预算,不过就要改变计划,改去距离更近的目的地,或者去一个景色稍微逊色一点,名气没有那么大的,至少不会在游客面前拿桥的目的地。 又或者,有些朋友可能就会想着,既然要多花那么多的钱,那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去个更超值的地方。 特别是现在国际旅行放开了,肯定如此作风,其他周边国家反而变着花样的招揽顾客。 印尼巴里岛,菲律宾速物,长滩岛,滋生堂岛,泰国曼谷,巴提亚,越南,现港,马来西亚沙巴,不但玩得便宜,还能出国打卡,体验别样的风土人情,何乐而不为。 所以,肯定这个夏天,游客惨淡,说白了就是一句话,大家觉得肯定不值了。 永远有人想要去旅行,永远有人口袋里有钱,愿意花钱出行,享受休闲时光,甚至愿意花更多的钱。 但是,大家就是不愿把这个钱花在肯定。这里就不得不提肯定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缺乏自己的USP。 自媒体时代,大家不再会无脑地按照国际知名杂志或者网站上的推荐来选择旅行目的地,也不会没目的地跑到旅行社,按照旅行社的规划来出行。 自媒体把更多风景同样优美的选择推送到我们的面前。 我们在接受了大量的信息后,也可以自行搜索,进一步筛选,让我们能够找到超值的旅行目的地,而不是任人宰割去当大渊种。 正如巴菲特所说,只有当潮水退去,才能看到谁在裸泳。没有USP,就是不穿泳裤游泳。 同时,大家现在出行,还会受到influencers的影响,我们好奇他们推荐的地方,想要去看一看。 相反,那些在旅行博主镜头下表现平平的景点,又或者是充满雷点的地方,哪怕曾经榜上有名,也会因为缺点被暴露在公众面前,被大家嫌弃。 和传统媒体相比,自媒体的一个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多元。 这不仅仅是因为每个自媒体博主的偏好都有不同,也是因为随着成为自媒体博主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行业也变得更为激烈。 曾经只要蹭热点就能火,现在还需要不断地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新大陆,体现自己独一无二的品味,来获得大家的关注。 由于博主们的内容创作会长期地留在互联网上,现在我们去搜还能看到一些旅行博主三年前,五年前,甚至是十年前的肯丁之行。 如果新的博主还要做肯丁旅游的节目,就要把节目做得有新意,就需要发掘肯丁的新玩法,才能吸引到新的流量。 但很显然,肯丁并没有在这一点上给自媒体博主太多机会,或者说能够帮肯丁做正向宣传的素材,成功地转型成为自媒体博主们的商业伙伴。 而博主们在肯丁这里找不到太多的商业价值,自然这些influencers就会把目光转向其他拥有USP或者更具开发空间的目的地来寻找素材。 简单来说,缺乏新意的传统旅游目的地在自媒体时代刚刚兴起的时候,弊端不会立刻暴露出来,还有潮水为它们遮挡,甚至因为原本的热度能够先吃一波红利。 随后,市场给了肯丁十年的时间,而在这十年间,肯丁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USP。 在东南亚猪岛引进国际酒店品牌,吸引外宾的时候,肯丁民宿在上涨房价。 在东南亚海岛展现迷人海岸线的时候,肯丁的沙滩前排插满了商贩占位置的洋伞,自带洋伞的游客反倒挤在后面。 也难怪肯丁官方宣传片中,沙滩上见不到开心的游客反倒是不少快要放到发霉的游玩设施被拉出来晒太阳。 别说没有发觉心意,就连原本的优势都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明显,被同行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今天的肯丁大街和五年前的肯丁大街相比,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很多好吃的街边摊都是存在了很久的OG。 浪漫一点地说,这确实能够让故地重游的旅客有一种昨日重现的感受。 但是,有多少人会经常性地光顾同一个地方呢? 对于国际旅客来说,一辈子可能只会来肯丁一次,除非有在肯丁遇到了人生的另一半这种小概率事件发生,所以被载就算了,反正以后也不会来了。 不过,台湾国内旅客,特别是肯丁周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就近多次来玩,或者偶尔路过,顺便过来溜达溜达。 可现在的问题是,你需要花高于过去几倍的价钱,去光临已经去过的地方,你是不是仍旧愿意呢? 这就是我们说的,大家会觉得不值,同样一条大街,同样夜市,同样的美式热狗。 如果只是你家楼下,你肯定是不介意去买根热狗,然后拿去海边走走,享受一下海风,哪怕热狗它涨价了。 但如果需要我们驱车15公里,外加每晚人均3000新台币的住宿,那好像这根热狗也不是非吃不可。 曾经肯定之旅,算得上是经济实惠的代名词,在自己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极致景色,没有文化冲击,没有沟通障碍,是周末或者小长假的首选。 而出国游玩,却很依赖能否找到靠谱的当地向导。 可如今国外的旅游业也发展得相当完善,大家的语言水平也比以往要强很多。 东南亚很多旅行圣地也因为长期接待华人游客,当地的旅游行业也有很多能够讲流利中文的从业人员。 大家还可以很轻松地跟着网上的旅行博主做攻略,从旅行路线规划,酒店预定,到怎么购买当地火车票,网上应有尽有。 之前说到出国游,有些朋友还会觉得心里毛毛的,毕竟要去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而现在还没出发就已经是半个当地通了。 所以现在出国游不要太方便,而且还能解锁新的目的地,打卡新的体验,这样回来也好发个动态炫耀一下。 如此一来,十年如一日的肯丁自然也会慢慢失去吸引力。 毕竟,类似于肯丁这样的主打终端市场的传统旅行圣地,在过去,旅客只需要花花小钱,就能玩得开心,通常不会过分计较肯丁游玩的独特性。 而现在要花很多钱,自然就要三思,然后决定还是换个地方吧。 没有特色除了吸引不到国内的旅客来短途游,肯丁也早就开始失去大量的海外游客。 其实早在2017年开始,就不断有新闻报道,肯丁现在是连陆客也指望不上了。 因为不受语言的限制,大陆游客比起其他国家的游客,原本更愿意选择肯丁,也一度对肯丁旅游业的繁荣做出了贡献。 对于来自中国的游客,肯丁之旅属于经济试用型情怀游。 性价比和情怀两个缺一不可。 在马英九政府时期,两岸关系和缓,促进了中国大陆游客大量光顾台湾著名景点, 出现在学生课本上的日月潭、阿里山,还有多次被评选为亚洲最值得光顾的目的地之一的肯丁, 都是大陆游客好奇的选择。 但脱离了情怀,并且认识到了两岸一家亲不过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肯丁对大陆游客的吸引力是非常脆弱的。 毕竟,要说风土人情,肯丁和福建等中国东南沿海的生活习性特色饮食大差不差。 说到景致,海南、东南亚海滩城市的景致比肯丁也至少是不相伯仲。 因此,一旦两岸关系不再像曾经那么融洽,也就是说曾经的情怀不在,肯丁失去路客的市场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不仅台湾本土的游客会选择冲绳、县岗、芭蕾岛,中国的游客也会优先选择这些更具有文化冲击感的目的地。 抑郁风情本身就是USP。 其次就是性价比,作为终端旅行目的地,肯丁原本是非常适合家庭、小情侣、大学生等小资群体休闲游玩。 如今肯丁价格上涨的同时,中国由于解封相对较晚,在其他国家已经开始海外旅游的时候,中国游客还集中在境内游。 这也给了大陆旅游业提供了一个进一步发展的契机。 很多原本不是旅游城市的省市地区摇身一变,大量地吸收了周末游和小长假旅行的人群。 早在刚刚境内解封,为了促进经济回暖,中国各省文化旅行局在软实力上很下功夫。 借助短视频和各个社交媒体平台深挖当地特色,又赶上疫情期间被进一步烘托起的民族情绪。 乘着弘扬传统中国文化的东风,大力地推销各地旅游业,这一来出圈了原本的很多非传统旅游城市。 比如邯郸,一个普通的三线城市,也是曾经的战国古都。 不过建国以来,一直作为工业城市,市区从来都不是按照旅游城市的方向去发展和建设的。 就连当地人平时也会选择周边县城自然风光更好的地方作为周末或者连休假的去处。 而随着短视频和旅拍的自来水流量,邯郸借着战国袍的拍摄成为了很多女大学生来打卡拍摄的主要目的地。 邯郸当地文旅也连夜开了账号,进一步发片宣传适合拍摄的场地。 原本大爷大妈才会来晨练的公园,成为了很多学生和年轻人一日游的目的地。 服装租借、化妆跟拍师也迅速地在这些地标支起了摊子,一条产业链就迅速地形成了。 类似的还有西安拍长安唐风短视频,在摆杖季拍传统服饰变装视频等等。 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自己也能够拍出一个抖音爆款短视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视频的主角,获得百万点赞。 其他省市如福建举办游神,河南作为商周发源地请Coster扮演打击,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咒王的快乐。 哈尔滨为南方小土豆来槟城滑滑梯提供185体育生陪玩服务。 继广西南宁之夜美人鱼表演后,深圳推出了八块腹肌的美男鱼,大连不甘落后推出了穿着东北大花偶的中年大叔胖头鱼,进一步贯彻东三省幽默搞笑的USP。 各个省市都在发力,犹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断发掘当地特色和亮点,比拼创意,通过短视频平台打响知名度,促进当地一日游和周末休闲游的发展,抢夺流量和客源。 而自媒体时代,流量很难获得,却很容易离开,而流量一旦离开就不会轻易回来。 你可以觉得有些噱头确实有些低俗,难登大雅之堂,但它们却满足了市场上不同群体的需求。 旅行不仅仅是有钱有闲阶级的特权,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享受假期的权利,旅行也不应该仅仅是昂贵的,它也应该更加多元化,有不同的价位,也应该雅俗共赏。 自媒体时代,不光每个人都能做主角,就连旅游也不再是只有被主流媒体报道和推荐的目的地,才能吸引大量的游客。 曾经那些只在天气预报上听过的城市,凭借离得近,低预算,接地气等优势,迅速地成为学生,下沉市场群体等希望小成本出游人群的旅行目标。 又或者说,如今旅行的意义和过去旅行的意义也在缓慢地发生着改变,过去大家可能会攒攒钱,一年出行两三次,出门就玩个大的,现在大家或许更偏爱低成本出游,每月甚至每周末出去走一走,不一定能找到什么旅行的真谛,就是单纯地想要出去散散心,做点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如果说过去的旅行是打卡全球知名地标,只有榜上有名的目的地才会被人们关注,那现在的旅行则更为细致,旅客在自己的国家就能深挖出无数观光地。 传统旅行目的地如今面临的竞争,早就是十年前无法想象的,以后也只会更甚。 其实说到底,大家旅行大多是抱着两个目标,第一是放松休闲,第二就是参与活动,活动可能是冲浪,潜水,滑雪这些,也可能是参加泼水节,去迪士尼,现在又多了拍短视频和直播,肯丁一直以来更多的是休闲为主,在活动方面就显得有些薄弱,缺乏特色娱乐项目。 这就让肯丁在整个亚洲旅游业中很难突出重围,不用说未来,只要肯丁无法尽快找到自己的特色,那么不但很难和知名度更大的一众东亚南亚东南亚岛屿竞争,就连原本一些非常规旅游城市也会把肯丁打压下去。 无论全球消费是否降级,世界上总有足够数量的人,他们口袋里有钱,也愿意花钱,关键就要看他们想把自己的钱花在哪里了,现在大家多的是选择,没特色也没心意,根本都轮不到看价格,就已经被筛选下去了。 好了,我们本期的对筋机遇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我们这一期的节目也能够让你对这个世界有了一些新的看法,感谢您看到了最后,喜欢别忘了点赞还有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做下去的最大动力。